謝偉俊議員 主席 多謝 香港的海灣基本上是全世界最美麗 但是我們是敢依野行 我們只是擺在建房子的價錢比較淺 但是我們完全沒有充分利用海灣 很多特別是旅遊方面的設施 這方面往往要等旅遊方面作一個主導 才能由其他部門配合 但是其實我們目前沒有旅遊局 很多東西都是稱名於政策局長那邊的想法 而不是可以主導很多東西的 這方面我就覺得很遺憾 我不知道有什麼辦法可以做到 除了在旅遊局之外 我經常都建議可以平起平坐 可以有些東西可以主動提出來講 而由其他發展局和其他部門配合 但是在未有這個之前 我都希望當局是可以試一下 譬如第一個步驟 將現在我們海灣裏面有些什麼點 可以是有機會可以跟譬如商界合作 讓人投資類似勾地性質 但是可以勾一些設施出來 是做一些旅遊的設施 可以讓他們選擇去做 配合 所以我們不需要靠政府很慢的接拍去做這件事 第二呢 我們剛剛今早大家去看過 天馬南的政府大樓和政府的總部 經過途中看到沿海有些地方 我記得我們這些同事都很吵 為什麼我們徐部署 就霸了很多地方做一些泵的設施 特別在我講的例子 就是說在那個APA 就是演藝學院對開那裡 就有一個很大的地方 是霸了來做一些似乎是泵房的設施 那些是最美的景點來的 那些地方是否可以考慮一下 是對於適當時把它移動 不要阻礙了我們的發展 特別是海濱長廊 往往由於這些設施被迫切斷了 這方面是否可以考慮一下 做得好些 將一些適當的地方搬走它 或者將它落地底也好 怎樣也好 留下一些地 是這麼價值的地方 無論是建設施也好 或者是做旅遊設施也好 謝謝主席 這個旅遊設施 其實旅遊這方面 和海濱都有一個很直接的關係 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 其实在成立海滨事务委员会 就特意邀请了旅游专员作为一个委员 变成如果他是旅游界有任何的意见 或者可以跟海滨委员会合作的时间 都可以由他提出 其间其实如果有些是有关系 推广旅游而做的一些项目 例如旅游门各方面 他都有去咨询海滨事务委员会 这方面是有一个更加紧密的联系 其实第二方面文件也有说 我们是做了一个维港标记的一个比赛 亦有获奖的作品 我们也会在几个试点区 做多一点的指示牌 就是指示游客去海滨应该怎么走去 给他们欣赏他们是郑语员说 我们维港可能是全世界最美的一个海港 这方面我们也会在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动去做 另外在上个礼拜的动议辩论之中 局长也提出了一个例子 譬如在西贡 我们也拿了一个临海的地 作为酒店的用途 所以在海滨来说 我们尽量是有机会 能够在旅游方面 做一些介绍 一些加强 香港旅游的价值 我们也会乐意去做 至于说那些水泵 刚才也说到 如果是必要 一定要在海的旁边才能够发挥到它的功能的时间 我们也会给这些部门去做 但做之外 他也要尽量腾空一些地方 让一些公众人士可以享受到海滨 至于是可以搬那些 其实好像有一个项目都是搬了 或者请菲律斯可以讲一讲这个 在海滨学院的污水隔西厂 其实长远是会搬走的 我们的长远意向也作为一个休息用途 恐怕秘书长的答案正直突显了我们旅游方面的贫乏 因为你当时的答案就是说 我们有个旅游专员在委员会上 石上旅游专员本身也不是搞旅游的 也都是一年就调一次的 现在我们以往的记录 根本就是 都是跟听命义上有些什么措施 他去做事 完全没有一些主动性 一个意见提出来的 你靠这一个位置在委员会上做事就浪费了 难怪我们的东西那么差 因为他没有主意建议 也不可能主动有些什么提议出来 这个答案真的令人觉得是pathetic 一个答案都说了 第二个你讲一些说什么设计 什么logo或者什么指示牌 那些很mini tiny的东西 很细细的东西 如果靠这些答案来 就是满足我们旅游的要求 这个海港就难怪 就能够 那些全部都不关重样 不是痛样的东西 那些都是很细细的东西 重大的那些整个计划怎么做 怎么搞海港 设计方面 无论我们船 我们的海上飞机 我们的设施 我们就算最起码那些 那些海湾的一些 休戏用地也好 食肆也好 玩的做的吃的 全部很多东西做的 我讲设计的一个logo 还要说起来就生气了 浪费这么多钱拍 我弄了几条毛 就说要花一千万 几十万 这些完全是不切实际的 我希望我们香港的旅游 不像我们以往的国英年代 当旅游是一种很细碎的东西 根本不能上桌的东西 现在旅游是香港很重要的一环 我们是靠吃饭的 这方面我们把这些资源来说是应该的 嗯 对不起 我们的牢骚 不是不是 我想这样 讨论 来讲的维港的标志设计 都是有它的功效 也有很多 很允许 我都说浪费了钱 我想大家有很多市民欢迎 但至于旅游业界他有任何的意见 刚才我在开场白都说了 其实浪费市民委员会 很乐意 是称取他的意见之后 就在一个委员会 去看看跟有关的部门 或者有关的业主推进 所以如果邀议能够 安排到业界代表 跟海港市民委员会 作一次的交流 我想这个都是非常好的机会 嗯 譬如 你很多码头 他们如果旅游有兴趣 去租用一个码头 或者怎样利用一个码头 去做一些旅游的设施等等 这个会不会政府怎样去搞 和去考虑呢 或者有没有一个旅游 我记得香港仔那次 做了一个很好的规划 但是又没有实行到 究竟这方面应该怎样做是最好的呢 是否我们说海滨法庭的机构 有一个好的方式呢 这一件事你可不可以给一些意见呢 因为我觉得邀议员说 这是很重要的对香港 不仅是我们海滨小组 是整个香港的政策 有些码头就是已经在用 比如刚才说西区富士斗市场 它有五个码头 一个是在用 四个已经没用了 那这四个是怎样去发挥呢 其实我们都是听着一些意见 有些就是说 应该做了休戏的设施 但是休戏设施也有个部门 譬如可能要做一些安全的措施 因为那里都很大浪 也没有栏杆 另外也要跟那里的业界谈谈 譬如那些货车 一些搬运的程序 如何跟公众人士的界面 是能够办得好一些 其实某些意见是使用这些码头 政府都乐意听 听了之后 如果觉得是要进一步研究 我们都会找回有份的部门去推行 所以如果只是说 你用码头就这么简单 就似乎很难推进 但是如果你有些实质的建议 而是可行的 比如财务上 或者安排上都可行 政府绝对是乐意 是从有关人士一起想想 如何去推行 我认为你带我们最近去参观 那些例如美国那些 怎么用码头 那些做法就不是临时临时 临时临时就跳失市场那么简单 真的要跟公司商两方 是很多长远的计划去做 这方面我希望主席你 发挥你的领导才 就将这个我们今次 美国施行的经验 就尽量令到当局可以 真的做些事情了开始 是啊他们听到的了 我们给了他们知道的了 OK 有哪位议员 有